这是一颗神秘的蛋 男人躲在角落不敢发声 而女人紧紧握住木棍 并且视线没有离开 这时一只鳄鱼突然出现 强哥立刻拿起武器冲上去 可他的力气根本不是鳄鱼的对手 酷斥一下被对方顶飞 接着缓缓逼近 对着强哥张开血盆大嘴 而一只小狗飞快地跑来 直接上前阻止了鳄鱼 一旁的黄毛趁机爬到对方的脑壳上 但他有点后悔这冲动的行为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巴唧一下连皮都不带吐了 并且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鳄鱼缓缓地向二翠靠近 当着他的面张开樱桃小嘴 下一秒将吃到嘴的食物吐出来 接着露出一副舒畅的模样 随后盯上了眼前的蛋 而二翠立刻缓缓地俯下身体 把比鸡蛋还大的蛋端在手里 但鳄鱼似乎在跨女人很会玩 紧接着再次张开卡兹兰的大嘴 吓得女人失声大叫 可眼前的蛋却突然破了洞 这一下把鳄鱼给止不会了 而这怪物的样子 似乎是对方的孩子 于是二翠三话不说 直接把鳄鱼宝宝闭上去 下一秒他一口含在嘴巴里 接着转动庞大的身体 屁颠屁颠地离开 可这鳄鱼蛋到底从何而来 就在几天前两个老头想吃点饮味 然而当他抬起手电筒 却发现 眼前居然出现一窝的鳄鱼蛋 老头立刻从地上捡起一颗 下一秒直接丢到湖水里 而旁边的伙伴 一把将老头推到蛋壳上 200斤的重量 直接把蛋压得吸碎 当他想继续耍食 一只鳄鱼突然从水里钻出 吓得老头急忙跑到车上 但鳄鱼却紧紧咬住他 并迈着小步伐 直接把对方的车推下悬崖 可这才刚送走两个 白天却又来了一群 做死的年轻人